Hello guys 欢迎来到我的新家 Hello guys 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背景有点不一样呢 因为呢 今天我要带你们来去参观我的新家 其实如果你们有follow我的vlog的话呢 你们就会知道其实之前我一直有在设计一点家 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今天呢终于要来带大家去参观我的新家 这间家呢 它是有三间房间 两间厕所 它一共是有800sqft 然后我们设计这间家呢 是for我自己本身一个人住的 就是那种独居女孩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本身呢 是比较喜欢那种scandinavian style 然后我很喜欢baking嘛 所以这间家呢 它就会有带一点那种homecafe的那种concept 然后 呀 现在就废话不多说 带你们去参观我的新家 OK 现在就带你们来看这个corner 这一个呢 是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一个corner 这个corner的灵感来源呢 其实是来自小红书 就之前我就每次过小红书的时候就看到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backdrop的一个design 然后我就跟designer讲 我很想要一个这样子的设计 他们就用这个豆沙粉帮我设计了一面墙 它这里用的那个颜色是豆沙粉 它是一个墙壁来的 我们就油漆用这个豆沙粉这样子 就是好像一个假的一个backdrop这样子 上面就放了一些摆设品 我觉得我应该会常常在这里拍OOTD啦 因为我觉得这个corner真的是很漂亮 我很喜欢OOTD 这个呢 就是我的kitchen island 因为你们知道我很喜欢baking嘛 我就跟设计师讲我很喜欢baking 他就帮我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baking的地方 这个kitchen island的重头戏就在这里 就是这家coffee machine 这个我之前呢 就是在Kelly Young的vlog呢 看到他每次就是在那里泡咖啡 我就跟designer讲 我想要我的homecafe 是有这样子的一家coffee machine 希望有了这架咖啡机 我以后就可以学泡咖啡 然后我给你们看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买的croissant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savodot 这个kitchen island呢 它上面选的那个mantiverse是那种 比较mat的 然后带石头那种感觉 然后下面就是arvern 这里就是咖啡机 所以我每次就早上起来就可以闻到咖啡的香味 然后就做我自己的甜品 我就在这边enjoy ok 我还忘记跟你们讲 其实我这个kitchen island呢 是有名字的 它的名字就是 jovin kitchen island 给你们看看上面 还有我的logo 这是J J就是for jovin 这边呢 这边呢 这个桌子呢 dining table 是connect to我的kitchen island的 然后给你们看 它可以这样子 拉出来 拖进去 是不是很省位置呢 然后拉出来的时候 还可以在这里打一个三人麻将 哈哈 就如果你有朋友来的话就很方便呢 你就可以拉出来 大家一起可以在这边chill啊这样子 是不是很好看 唉 我自己都觉得真的很好看 哈哈 所以我每次这样自恋 我们选的那个椅子呢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就因为我们选这种好像 这个叫什么啊 好像我每次在公园靠的那种椅子 就比较省位置啊 然后这个corner的对面呢 就是先给你们看 有一面镜子 呀 我的家真的很多镜子 就因为 因为我很自恋一下的 很喜欢照镜子 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看到我自己 背景呢就是我的厨房 然后我的厨房是比较简单的 它的桌面的设计呢 是跟我的kitchen island一样的 然后这个就是洗手盆 用的就是这样子 比较黑色的 我觉得最美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里 登登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觉得很奇怪 应该很少人的厨房 上面是会这样子摆一幅画 这个也是inspiration 也是来自pinterest 就每次看外国人的家 他们的洗手盆上面 就有这样子的设计 我觉得很好看 这个厨呢 上面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厨 可是这个厨呢 它上面是有这样子的立体的texture 也是蛮美的 可以给你们看 它就搭配了一点这样子的木色 然后你们有没有觉得 现在来到这个呢 就是我的客厅 现在来到这个呢 就是我的客厅 又一张镜子呢 就是之前我在我的VLOG 开箱的那一张镜子 这个客厅的沙发呢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给你们看它的沙发 其实就是定做的 然后它的形状就是 一个椭圆形这样子 旁边这里有这个 小小张的coffee table 这个coffee table的颜色也是暖色的 它是有带一点点那种浅黄色 我觉得很好看耶 然后这边就是放一些植物 然后我们下面就选了这个 carpet 因为我觉得放carpet在客厅里面 就感觉上整个比较舒服 有时候我就可以坐在这边吃东西 吃pizza OK 这张椅子呢 就是所谓的网红椅 它是白色的 然后我觉得很好看 而且很舒服 很喜欢耶 为什么会选这张白色的椅子呢 是因为不管我穿粉红色啊 穿黑色啊 穿五颜六色的衣服 我都可以搭配到这样的椅子 现在就带你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呢 就会放电视机或者放projector 它原本不是这个颜色的 这样除过是我们再喷气上去 大地色 带一点点粉色的客厅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OK 现在我就要带你们去看一下我的工作室 OK 我现在后面的呢 就是我第二间房间 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室 呀 这边一进来就有一面很大面的镜子 我自己本身是超喜欢这一面镜子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镜子的设计很好看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细节 看它上面是圆圆的 这个圆圆的镜子呢 就是也是定制的 我就觉得还蛮好看的 它下面搭配的这一张呢 是木的长凳 我们做木的是因为客厅已经有sofa了嘛 所以这边就做一张木的长灯 就有时候运动回来捏捏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躺在这一边 旁边也是放了一些这些拍摄的props 还有我最喜欢的scarf 给你们看一下这边就有一张桌子 这张椅子就是上次我在Vlog里面开箱的椅子 and then 这一边呢 就是 放一些摆设品啊 一些业配的产品 我们是做一个开放式的一个价值这样子 所以我要换主题的时候就 我把这些画全部换 我想要的颜色 就现在是黑色嘛 我想要它比较细一点 我就把它换成粉红色 我是觉得我的工作室 还蛮实用的 也是一个很好休闲的一个地方 ok 我等一下还搬鞋 ok 诶 这样有没有比较风味的感觉 好 之前呢 我先去带你们看我的更衣间 这一间呢 其实是三房来的 也就是小房间 过后我就希望我的整个房间看起来大一点 然后我就跟设计师讨论了 我们就最后决定把这一扇门 给它封起来 然后我们就打开了一个通道 从我的master bedroom 去我的更衣间 更衣室呢 这里就有一个衣橱 然后这个衣橱 它的颜色也是蛮好看的 你们注意看它这里其实是有那种 shining shining的 那个texture 然后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每次 选衣服的时候都选很久 所以我就习惯了 就前一天晚上要出去的时候 我就会把我的衣服打算挂在外面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头痛 要选这么久 地毯 地毯呢 哦 你们知道 女生的房间肯定是要有镜子的吗 然后 就是 我就是很喜欢镜子的 然后这个镜子 它下面是rattan的 然后旁边就是带一点黑边这样子 将 这个就是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呢 就是有一张梳妆台 就用了浅木色 这边就放一些我喜欢的香水啊 给你们看 这张镜子就是在IKEA买的 之前我在vlog有分享过给大家看 我的床头呢也是定做的 然后 这边就是用木的 design 再掺这些灰色 然后这边是rattan 过后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另外一个 我超级喜欢的corner 就是这个corner yeah 这个corner真的很好看 这个厨呢 它也是rattan设计的 就是 呃 这种藤边的 我真的很喜欢rattan 然后里面就是打算要放树 可是每次嗯 放树都是没有什么看的 呃 这个corner呢 就是让我躺在这边 休息按电话的corner 这样椅子呢 就是很可爱啊 超喜欢的 这样椅子也是定做的 浅粉色的 然后搭配这个小枕头 而且它也很舒服 就小小张这样子 刚刚好给我一个人坐 然后这个椅子旁边这里 这里又是有镜子 就是有 有三张镜子 这三张镜子呢 也是rattan的边做的 这里总共有三张镜子 这一边就是有这个小桌子 然后就放了这个 好像外太空星球的灯 这个就是我的房间 嗯 好舒服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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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今天的house tour就到此结束 然后 其实呢 我刚刚aim的这个eggtard很久了 将将 其实 哦哦哦哦哦 差一点就掉下去了 就呃 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来去想着整间家的idea 然后再去design 跟设计师讨论 嗯 用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是时候好好享受我的蛋摊 你们知道我每次就是看到食物 就会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先吃一口 然后再做一下ending 嗯 嗯 好好吃哦 OK 希望通过我这个影片 可以inspire 读一些 呃 正在要买家哦 设计家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设计家的话 可能你可以照着类似的concept 而去design出你们想要的家 然后 如果你们有想要来看这个show unit 的话 你们也是可以walk in 进来看这个show unit 虽然我很想要住在这里 可是我又不能住在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show unit 然后他的名字呢 然后他的名字呢就是 呃 Jovin the dream house yeah 你们要来看的话 你们也是可以来看 然后就找一些灵感 OK 今天的vlog呢就到此结束 我要去享受我的 egg他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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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